HELLO 各位朋友 你們好 很久不見了 因為前陣子我病了 現在正在康復的時間 但已經康復了很多 多謝在Facebook 很多朋友來關心我 鼓勵我 我真的很感謝 今天因為我病好之後 我都要著兩戒口 要吃清淡的食物 我在想 我有什麼可以介紹給大家 而又容易做 又可以清淡 而自己又可以吃到的呢 我考慮了一會 然後我就嘗試在家裏做肉丸 我做的是用雞胸肉做的雞肉丸 不如我介紹一下材料 材料最主要的就是要有雞胸肉 如果你想要其他肉丸都沒有問題 你可以做牛肉丸或者豬肉丸 那我就用雞胸肉丸 而這些雞胸肉呢 就是 又是一些沒有皮的 沒有骨 剛剛在雪櫃拿出來的 沒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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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健康的 然後裡面有什麼材料呢 最主要就是雞肉丸 最最主要 中間的其他材料 有可以轉的 這樣呢 到我寫一個食譜的時候 我可以再給大家一些 建議 而我自己呢 我會放洋蔥 然後放少少紅蘿蔔 等到下去 雞肉丸 因為做出來很白色 這樣 會更多 顏色色彩 會更漂亮 而且會更有益 調味料方面也是 如果正常的一個做肉丸 他需要 可能會再要鹹一點 或者要多些濃味的東西 例如 蒜粉 薑粉 雞粉 這些諸如此類的東西 進去 那我就盡量減掉 然後我需要的就是鹽 然後會加少少胡椒粉 另外呢 我還有一個 沒有添加的一些 麵糞醬 這樣呢 需要一點少少的薑汁酒 還有 豉油 如果你想再清淡一點 可以不加 我也會加少少的 還有少少麻油 首先呢 我現在就需要一樣東西 就是這個工具 這個就是打碎的工具 一個攪拌小 迷你的食物調理機 如果你有一個大的 最好 但我家裡只有一個迷你的 如果沒有也不要緊 我們好像 肉餅一樣 都可以 但是呢 如果有 那我就可以方便很多 那首先呢 我們呢 首先呢 就把雞胸肉 把它切 細小 粒 因為呢 我這部雞小 所以呢 我呢 不可以全部放進去 我都是逐少逐少的 放進去 然後呢 我呢 太大粒 對它也是一個負荷 我呢 就把它切細小 讓它呢 可以呢 容易一點 打碎它 那這個雞胸肉呢 就從雪櫃裡拿出來 你不要放它 在雪櫃裡 它現在是很冷的 不要緊的 因為呢 我們呢 都是想它冷 打 讓它不會那麼快 令到那些肉 升溫 因為呢 如果那些肉 打的時候 你知道 用機器打它的時候 那它都會 有一個摩擦 它會升溫度 那個溫度 就會升 這樣會對它出來 肉丸 那個肉質 就不太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呢 就可以 可以 快速地 去 那我這個呢 有一個 這樣的調理機 就很方便 那接著呢 就 打它了 鬼哭神號 哈哈 那呢 我們就看它了 差不多呢 它呢 都差不多 幫我打爛了大部分 那我看到打爛了大部分 那接著呢 就可以了 那我繼續做下一隻了 500克的雞肉 就已經打到我這裡 這個 打到這麼多出來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我做下一個步驟的時候 那時候呢 我就把雞肉 拿保鮮紙包著 然後放在冰箱裡 那第二個步驟呢 我們呢 有三樣東西要做的 三樣東西要切的 首先呢 就要切了洋蔥 然後呢 我就切紅蘿蔔 然後呢 就磨薑蓉 那現在呢 我切了洋蔥 現在呢 我先切了洋蔥 然後呢 那兩個皮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切了它 然後呢 我就切它一粒粒 這樣呢 嗯 切完之後呢 我就放回去 料理機那裡 打到它變成肉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呢 就可以呢 把它呢 再放回去 那個 調理機那裡 洗乾淨了 那個調理機那裡 我們又再 再做個第二輪 然後呢 我就可以呢 就把它呢 拿出來 這個呢 我就不洗了 我下一個呢 那個紅蘿蔔都是在這裡 用回這個 用回這個來打的了 但是雞肉那個呢 就一定要洗乾淨 先再用它 切薄片 然後再 扔下去 看看它們 可以幫我 打成肉 因為紅蘿蔔呢 本身呢 比其他 剛才那些食材呢 都是比較 硬身一點的 所以呢 要打融 就要打它久一點了 嗯 趁著呢 今天呢 又做做紅蘿蔔 所以呢 在這裡呢 不如再給一個小提示大家吧 我用那個調理機呢 打完之後呢 紅蘿蔔的色 已經在膠上了 還有呢 譬如呢 我這個 的 刮刀呢 也都是 有些色在這裡 那已經經過洗過 它都不脫的 那怎麼辦呢 其實方法很簡單的 需要呢 就是呢 一張紙啦 或者你喜歡用布也可以啦 第二樣東西需要的呢 就是油 那些呢 那這些呢 就驗了油的紙 那 那接著呢 我把它呢 一抹 看到嗎 那些橙色呢 橙黃色呢 就已經 脫光了 那些呢 已經在上了 已經在紙上了 那些呢 你只要呢 慢慢呢 這樣搓一下它呢 用些油呢 搓一下它呢 那它呢 就可以呢 將呢 塑膠上的橙色的黄色就会抹出 我试试用这个 你看看现在是很橙色的 我有个底部给你看到 再加多一点油 什么油也可以 生油就可以了 接着我就把它抹了 看到吗 现在是很橙色的 淺色了很多 接着我再抹多一次 抹完底部也要 抹完之后 看看和刚才那个 是否不同了很多 然后再用回 好像平时洗碗 那样洗干净 这样就可以了 希望这个都可以帮到你们了 接着我做什么呢 接着我又有另一个小道具 那我们用来磨薑汁酒的 薑都抹完皮之后 我就可以用这个磨 就磨它了 这个磨跟了我十几年了 但是真的很好用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我腌到鸡 关于鸡的东西 我都会用薑汁酒 薑汁酒 你做的就是很简单 首先就是磨了薑蓉 然后用薑蓉 这样磨到差不多 你看到薑蓉在这里 其实它的薑汁就已经一按就会出 给你看一下 一按薑汁就流出来 你看不到 一按薑汁就流出来 你看到有薑 对了 接着你就可以下酒了 下什么酒 你可以下少庆酒 什么料理酒 都可以的 看你家里有什么 如果像我现在家里只有黄色的 那些黄酒 那些就是浪黄酒 如果有清酒的也没问题 大约1汤匙左右的酒 放在它一会儿 到我做的时候 把它擠出汁 就变成薑汁酒了 现在就开始合成它了 把它全部拌进去 这里是鸡胸肉 五百克 即是一截仔的红萝卜 一个洋葱 一个洋葱 这里有一汤匙的姜汁酒 一只鸡蛋 这里有一些冰水 少少的糖 少少的盐 我有一个匙匙的味噌 胡椒粉 麻油 可以加少少的油 也可以 首先我腌了味道 把味噌放进去 还有胡椒粉 然后就可以把姜汁酒放进去 首先把姜这样推到最上的地方 然后按一下 然后把它的姜汁就会出来了 这些酒就可以拿进去腌 然后加少许糖 少许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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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一些蝎 Sug 還有少許麻油 我還是喜歡用筷子 然後就可以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攪拌好味 雞肉都冷到很冷 然後要攪装至起膠 像肉餅一樣 黏黏粘的蟲才可以凝固成肉圓 如果家裡有大型座椅、廚房攪拌機就最好 如果像我這樣懶,也可以用攪拌機做 但我怕它會熱,所以有凍水在旁邊 最後加上蛋 加少許冷水 其實我打的時候,要加冷水或一粒冰 然後用最小的速度慢慢打 我們有時刻刻要看著它,看看會不會變暖 如果是冷的就可以了 我可以再加少許冷水 打到時候,才完成呢? 其實是很簡單的 最初打起來好像很鬆 後來覺得肉開始絕著你的手機 這樣就可以了 開始起膠有絕的力度 有一個彈性 現在開始肉已經絕著了 開始很亮 看見肉 最後我加入洋蔥和紅蘿蔔 最後才加入 然後再打開 加冰水 或加冰水 當然是令肉不容易變熱 當然我家中開冷氣 家中也不熱 另外就是可以加點水 令雞肉再鬆軟 讓它吸收多點水分 我之前也做過 我試過不用這個攪拌器 我用筷子慢慢攪拌 也可以 但如果我用筷子攪拌 我就要用筷子攪拌 用筷子攪拌 用手攪拌 這樣攪拌 就會很容易令肉熱 所以 用這些筷子攪拌 然後加冰水下去 就會更好 如果你想吃到質感更好 你可以這樣做 但你覺得我沒有所謂 你也可以按照自己喜歡的方法 也可以 不要說一定是怎樣 只是你出來的口感 看看你喜歡是怎樣的 我試過不下冷水 不用機攪拌 自己用強壯的鼻彎 這樣攪拌 也可以做到 其實它也差不多 你看到肉丸開始很亮 在電腦上看就看不到 但我這樣看 它的光澤很亮 而且它開始有些膠質 即是攪拌我的手機 我從來沒有用大塊 好像聲音很大 因為換了手機 但其實我用最小的力 來打它 所以它已經很黏 我給你看看 其實你看看 它已經很黏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我們可以下去下一個步驟 你這樣打打打打幾分鐘 你看看你自己喜歡哪一個方法 哪一個方法 你覺得最好 那你就自己用 我這個是我做完之後 我跟你們說 我是這樣做的 但這個不是一個絕對的定律 你想用你的方法 你可以看完我這樣做 你覺得可能有更多的想法 可以再做好一點的話 你可以在我的Youtube下面留言 也可以在我的Page那裡留言 或者在 婦女人妻媒體的Group那裡留言 給我意見 我也可以 這裡有一個溫度計 指著 煮到80度 不要超過80度 低過80度 我們就可以做肉丸了 首先 池巾 最好浸熱水 手 我又要看了 手 怎樣呢 就是你呢 手 就是 我的手 這樣拿著肉丸 接著 在你這個位 骨口的位置 擠 如果你覺得不夠圓 你就再擠到你覺得你適合的圓形為止 然後就擠出來 放進去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這樣 然後慢慢將你 想要的肉丸 形狀大小 你可以做大粒一點 或者可以做小粒一點 然後就立刻放進去 如果你不是 即是 我即是覺得 即是放進去就會好一點 就是這樣 然後呢 然後就慢慢等它煮 只要不要高 那 譬如我一高 我保持著 我就關火 讓它仍然是 只是圍著80度 我看著那個溫度計來做 然後就慢慢擠肉丸了 你可以大粒小粒是喜歡的 這樣 你喜歡看我的口感 你喜歡我 很喜歡很大粒 圓輪很大粒的也可以 我又喜歡很小粒的也可以 慢慢拿一擠 這樣就可以了 你怕它不黏 即是黏 就是黏著那個匙巾 就是首先將那個匙巾 在熱水裡 碰一下它 然後它就可以一筆 就不會黏著那粒肉丸了 大小就是看看你怎麼做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快手一點 這樣慢慢地 即是快手一點做 譬如你覺得我做得不好 我就再伸手 再擠 擠 擠到對為止 然後不可以再擠 這樣就看到圓形正確 你便拔它出來 我這裡兩個雞胸 我的肉丸又不是很大粒 我已經做到整個盆 整個鍋都悶了 這樣做一次過做肉丸 最好就是 你不要自己想要 我只想吃幾粒才做 你最好就是 可以像我這樣 我一次過做好 例如這裡 500克 這樣做好之後 我們可以煮熟了之後 攤回冷 然後就可以把它放進去 放進冰箱裡 放在冰箱裡 起碼可以放幾個月 然後到吃的時候 才拿出來 吃的時候 你看看你自己喜歡 想怎麼煮的 例如平時 你只是當肉丸 如果平時很喜歡 綠公仔麵 那些 你就可以放兩粒自己喜歡吃的丸 自己做的丸 或者是用來做 例如粉絲鍋 那些 都可以放些肉丸 代替了獅子頭 自己做的肉丸 代替了獅子頭 這樣做 另外 亦都可以 串起它 然後煎香 然後下 好像照燒汁 那些 進去點來吃 亦都可以 肉丸 有很多 食用方法 看你自己喜歡的時候 就可以了 自己做的 真的安心很多 你在外面吃 你不知道 別人的肉丸 放了些什麼 下去 煮一下煮一下 那些 那些 肉丸 就開始慢慢浮起來了 浮起來了 那些肉丸 就是已經熟了 在下面的那些 就不會熟的 那我瞅一下它 究竟是因為它多到滿捨 還是什麼 但不是 它們真的未浮 真的浮上面 浮了面 那些 真的熟了 浮了面 那些 我就 逐個逐個慢慢 弄起它 最後一粒都已經 流上來了 整碟 整碟肉丸 都已經弄好了 我这里有40粒肉丸 你们可以尽量看看 如果你不想做那么多的 你就把我的食谱减一半 或者你想一次过做多一点 你就可以把我的食谱二倍 现在肉丸就做好了 做好之后 一留起它上来 你不要怎么动它 有得它慢慢放冰 吃的时候 最好吃的时间 我用手 忍不住 手洗干净 最好吃的时间 当然一做好之后 放到它暖暖的就可以试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 都很松软的 我这里不是很咸 如果你再想咸一点 可以再加 对我来说我就已经很够了 另外就是我这个是鸡胸肉丸 比其他的肉会更软 有些人会觉得它是粉粉的感觉 我自己是接受到的 但是如果你想像外面吃的鱼肉丸 肉丸 那么弹牙的话 你就最好用那些肉 用猪肉 或者用牛肉 甚至如果鸡的话 你喜欢的可以试一下用鸡腿肉 我每次都是用鸡胸肉 这样我自己是接受到这个味道 即是这个质的 你刚才也看到我现在这样捏 我现在这样捏 它也不是太差 也挺松软 嗯 刚才也说了 你可以用鸡胸肉丸 有很多不同的用途 放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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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家製的鸡胸肉裡 然后 channel 煮完这小鸡屋的泡 部份 夹相比 biciclet 也可以用来放冰箱 放冰箱 Cela子 放冰箱 triangles 放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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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n 放冰箱 今天 является 刚刚现在 была 接下來也會有一系列不同的食物 絕對很想做的 希望身體許可、時間許可 我會繼續拍多一些好吃的影片 給大家和大家分享 今天就這麼多了 多謝各位 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